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灭》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831集,踏天路,空灭道 与此同时,那太初本源真身,磨灭本源真身,同时迈步 化作黑白两道光芒,瞬息临近,一一融入这黑发王林体内 我,叫做陆墨 那黑发王林神色露出争鸣,咆哮成为了嘶吼 其身体内立刻有重叠,却是那其余四具真身之影出现 看其样子,似要将这些真身逼出身体一样 没有人可以愈加于我,我是陆墨 他嘶吼中,身体内的重叠虚影,竟被逼离了数寸 看去颇为诡异 第二声冷哼传出,使得那黑发王林身子一颤的同时 五行真身出现在了黑发王林的上空 其千丈身躯,漠然缩小 爆发出了庞大的五行天地之力 化作一只大手,压下着黑发王林 我是陆墨 那黑发王林猛地抬头,双目露出毁灭之意 正要反抗挣扎的瞬间,其所在的四周 方圆万丈内,立刻出现了一股惊天的威压 这股威压内,存在了一股庞大的神念 这神念操控天地之力,狠狠地向着那黑发王林 逼押而去 更是在这一刻,黑发王林的身后 出现了一个罗侯的虚影 那罗侯的样子四风五裂 但却有无数黑丝轻隐连接 在这威压下,慢慢地融合 随着其融合 那黑发王林身体上的重叠虚影 赫然不再扩散 而是向内融入 因你是我王林的第二具真身 不你才是陆墨 从此之后 你将代替我王林 行王某一切之地 传王某毁灭之念 陆王某不立之魂 此名陆墨 道号 刑法 一个浩荡的声音 在这天地内回荡的刹那 却见这黑发王林身后的罗侯虚影 从四风五裂中完全融合 至于这黑发王林的身体上 那四个重叠虚影 更是随之完全融入其身 从此不分彼此 威压散去 天地如常 黑发王林依旧黑发 站在那里缓缓地抬起头 我是刑法陆墨 其声音平静 透出无尽的冰冷 没有丝毫情绪 无情至极 它代表了王林的杀鸡与毁灭 会让苍天一颤 大地抖动 让一切亡灵之敌 为之恐惧 其抬头中啊 那冷漠的目光 向着远处一扫 这一眼之下 四个已穿越 无尽距离 直接落在了 那十股广城外的 原始山一端的牛角上 那潘西坐在那里 此刻一脸震惊的宋天 不好 宋天身子一颤 倒吸口气 其身下意识地站起 神色大变中 右手一把抓住赤门 身体默然飞起 就在其飞起的瞬间 他方才盘膝而坐的 那一端牛角 轰然坍塌 化作大量的碎石脱落 罗侯郡内 在那罗侯大凶之魂 被王林吞噬吸收 借来融合杀戮之魂的刹那 大殿内的嫉妒 整个人身子一颤 喷出一口鲜血 在这口鲜血喷洒而出的瞬间 他体内似有一道无形的封印 漠然崩溃被打开 嫉妒皇子双眼流出奇异之魂 他能感受到自己身体内 似有一股力量在苏醒 这股力量充斥其全身 让他闭上了双眼 大殿外 天地之间黑发王林杀戮真身 缓缓地收回了看向那十股黄城 原始山的目光 其目内一片冷漠 无情至极 在其旁边 则是五色光芒转动的 王林五行真身 这两具真身尽管相貌一样 但给人的感觉却是迥然不同 那五行真身代表了 王林一生的修为 会给人一种柔和 但却属于强者的威压 那杀戮真身代表了王林这一生的血腥 冰冷中透出无情 让人妄知心寒 不敢接触 真身 卫卫 半晒后 一个平静的声音从那大殿密室内传出 回绕天地间 五行真身猛地低头 看向行宫密室 膝身一晃 化作五色长虹 直奔大地而去 转眼消失不见 至于那杀戮真身 同样没有丝毫猶豫与迟疑 一头黑发飘摇 一身黑衣被风吹大 缓步走向大地 化作一片黑丝 渐渐消散 在行宫内的那密室中 王林盘膝而坐 其身前 五行真身与杀戮真身 平静地站在那里 他看着这两具真身 双目露出凝重之意 百年的修行 纵凝成了这杀戮真身 殿下就要看看 与我本体融合归位后 修为能否从之前的 空节大圆满 再攀升一步 若修为可以再次提高 或许 我就可以完全驱除 那先皇连道争魂内的 祖术之力 彻底操控此魂 王林深吸口气 目光从这两具 真身上收回 看向了密室半空中 那被其灵魂之火 焚烧炼化了百年的 先皇之魂 此魂金光闪烁间 其内的挥败之感 已然不再蔓延 而是被凝成了 婴儿拳头大小的一团 在那先皇魂的体内 无法被最终驱除 我的修行 与旁人完全不同 空节大圆满后 会有天尊与月天尊两个后人 加进去的称号 而实际上 无论是天尊也好 月天尊也罢 全部都是属于空节大圆满的范畴 而我每一次修为的提高 是按照境界来划分 王林忽然有了期待 他想要知道 自己若真的修为提高 那么 从空节大圆满后的那一步 到底会达到一种 什么样的程度 大天尊玛 亦或者是 王林目中露出狂热 难难讲 亦或者是 第四步 只是这天地间 真的有第四步存在吗 莫非先祖 谷祖等人 就是第四步 王林目光闪烁中 压下心中的期待之感 右手抬起 一直五行真身 莫然间那 此真身一步迈来 与王林身体瞬息重叠 盘膝坐下时 完全融入一体 不分彼此 在那五行真身融合的一瞬 王林白发 无风自动 体内修为轰然运转 于刹那中 就处于了空节大圆满 且百年的闭关修行 他精神饱满 体内修为盎然磅礴 处于其身体的巅峰之势 望着那黑发杀戮真身 王林咬牙之下 目露果断 右手抬起 向着杀戮真身一指 却见那杀戮真身 猛地抬头 以那无情的目光 看向王林 抬起脚步 一步步走来 转眼之下 这杀戮真身 就临近王林 其脚步 没有停顿 与王林盘膝的身影 渐渐重叠后 转身盘膝 与王林的身体 完全重叠 慢慢地融合起来 随着融合的过程持续 王林眼中 渐渐露出了迷茫 与此同时 其体内修为 轰然暴增起来 这种增加 以一种无法形容的速度 掀起天地变化 使得王林的修为 似打破了某个瓶颈 向着超越了空节大圆满的 另一个奇异的境界 轰然而去 在这过程中 其修为瞬间 就超越了 后人制定的所谓天尊 在那不断的攀升下 更是直接达到了 所谓的 岳天尊称号 还在持续 没有丝毫要停顿的迹象 王林目中的迷茫越来越浓 隐隐地似失去了神志 处于一种虚幻的感受之内 随着其修为不断地攀升 从那岳天尊层次度过后 向着另一个界限 再次涌去 这一层界限就是那大天尊之线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那杀戮真身与王林本体的融合 此刻已然完成了大半 只剩下不多的重点 此很快就可以完全融合为一体之石 王林目中露出一片荧光 在那光芒下的双眼 全部都是迷茫与不解 最终其脑海轰得一声 王林好似灵魂脱壳一般 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从肉身内 飘离而出 穿透了肉身的限制 穿透了这密室 出现在了天空之上 天空不是碧蓝一片 没有日月星辰 自这苍茫天地 于此刻之时 就只剩下了王林一魂存在 他望着大地 大地被一片白雾弥漫 他看不透 他望着天空 天空被一片细腻的 但却似有规则的 一条条细线缭绕 那一条条细线 每一条都拥有其规则 这就是天 王林迷茫 他看不到天 看到的只是这一条条细线 哪怕他展开全力去望 也只是看到 那无尽的细线之后 还存在着更多的细条 无边无际 没有尽头 带着迷茫 王林想要向着上方飞去 他隐隐有种感觉 若自己能踏出这片无边线条 则他就可以迈出 那空结大圆满后的一步 这一步将是一次生命的飞跃 将是一次其惊人的蜕变 如化剪成蝶 破开飞出的一幕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岳家深刻 好似埋藏在他灵魂深处一样 沉默了片刻 王林猛地抬头 其目中尽管还有迷茫 但更多的却是果断 他不假思索 向着那无尽的线条 漠然冲去 一路起诉之快 他自己也无法感受清晰 但他却在这不断的前行中 冲入到了那如海一般的无尽线条之内 任由那些线条缭绕身体 可却依旧前行 也不知过去了多久 在王林的前方 在那无边线条之海中 他看到了一座桥 准确地说 这不是一座桥 而是九座 在紫桥之后 还有一座 如彩虹一般挂在那里 其后 还有 一座座彩虹一般的桥 排列在苍茫之内 散发出一股洪荒古老的气息 不知存在了多少岁月 似在这天地诞生之时 它们就存在了 在那遥远的第九座桥后 有一片虚幻之梦 其内似另有天地 隐隐可见 仿若有人影存在 但当王林仔细看时 却是什么也看不到 一片模糊 踏天之桥 王林难难 他看到了在前方第一座桥下 竖着一个巨大的石碑 这石碑上刻着四个大字 这字体很是奇异 王林这一生从未见过 但此刻 却是在看到这四个字的瞬间 脑海内便诡异地浮现出其寒意 在那石碑上 除了这四个字外 还有一行小字 王林沉默中看了过去 踏天路 空涅道 不朽魂 众生败 王林神情一阵恍惚 他当年隐隐听说过 若这世间真的有第四步存在 其名则为踏天 站在那第一座桥外 许久之后 王林神情的恍惚渐消散 他双目露出金光 又沉没了少景后 猛地抬头 向着那第一座桥走去 一步一步 那第一座桥看似很近 但实际上走去 却是用了数个时辰 当王林站在那桥下之时 他终于看清了 这第一座桥的一切 此桥竟是虚幻的 没有任何实质 可以看到 但神识却无法感受 尤其是旗上散出的古老气息 绝非人力 可以修建而出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尽在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